刚转到学校的新生受同学欺负却从不反抗直到大腿出现伤痕 本期里一个带来短片《被欺负的人》 懦弱无助的百合经常受到班上女恶霸的欺凌 她就像只带宰的羔羊受到众人的孤立和恶霸的唾弃 这天百合被浇了一身水 等回到教室后刚转到学校的新生永赖递给百合一条手帕主动关心她 接下来的日子一旦百合遭受霸凌 永赖都会及时出现站在百合的阵线 这令她感到受宠若惊 同时也让女恶霸莫名不爽 果不其然多管闲事的永赖被狠狠修理了一顿 百合立马上前去关心 奇怪的是永赖的手臂明明被玻璃扎伤 却没留一滴血迹 随后永赖捂住手臂转身离开 无意间百合从同学口中听说 永赖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没有任何感情 于是她便上网调查发现政府有一个秘密实验 将研制出的机器人偷偷投入到校园中 代替若学生受欺凌 机器人会做出触怒霸凌者的举动 吸引恶霸的目光 把一切的伤痛却揽到自己身上 政府的这项举措 既结就被欺凌的受害者 又满足校园霸凌者的欲望一举两得 回想起来自从永赖来到班级后 女恶霸再也没有欺负过百合 而且那一天永赖受伤的时候并没有流血 种种迹象表明 永赖就是受欺负的机器人 为证明想法是对的 百合去往学校屋顶 找到永赖交谈起来 聊着聊着 百合发现永赖情绪波动不明显 永远是面无表情 他的举动越来越过分 甚至还把永赖的桌椅扔下楼 弄回他的课本 百合看见这一切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拉着永赖的手 两个人一起出去玩耍 逛街吃东西 玩抓啊哇鸡玩得可开心了 但好景不长 看到百合和永赖越来越亲密 女恶霸甚是不满 跑到屋顶找到两人 恶霸唆使百合用铁棍殴打永赖 可百合下不了手 恶霸见证只好捡起铁棍 袭击永赖 使之百合竟挺身而出 用身体护住永赖 大概是良心未敏 女恶霸见此场面 信心地离开 这使百合注意到永赖的大腿出现伤痕 原来他并不是机器人 只是之前出过车祸 手臂被换成了甲只 永赖是正常的人类 只是性情过于高冷 真正的机器人 其实是百合 百合是政府研发的受欺负机器人 经过这件事后 百合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 送往工厂返修 明明是代替别人受欺负 结果永赖遭受霸凌时 他却在隔岸关火 百合的记忆全部被删除 那使得他脑海里浮现的 全是与永赖在一起的时光 这一段友情 给他带来太大的影响 返修结束后的百合 被送往另一所学校 成为霸凌者们的玩物 泪水和欢笑交织 缔造出彻头彻尾的绝望 被世人认定为疯子的滋味 绝非好受 当内心渴望死亡来临 如同在刀尖上手舞足蹈 锋利的刀刃刺进脚底 明明皮开肉绽 却还要强装笑脸 只是残酷的现实 谁也无法改变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雷哥